一年一度巴黎航展有座小小模型引人注目 号称解放军最先进战机 居然第一次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亮相 光是模型摆出来大陆就传出战机外销的声音 卖不卖给别国还没谱 但共军对歼20的确相当有自信 大陆军方所谓王牌这几年频频在宣传片现身 年初还曾经声称歼20飞行员靠近台湾 正确一点来说歼20不是五代而是四代半战机 主打立宗性能和超音速飞行 超音速的巡航的话对立宗战机来讲可以产生很好的一个战术效果 也就是雷达你看到我的时候已经非常接近了 大概已经30公里 那如果我是用超音速飞行 那么你看得到我在要反应拦截的时候也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超音速巡航就被视为五代战机未来一个重点 五代机的特点 第一是隐身性 第二是超音速巡航 第三是先进的航电系统 第四是非常优秀的这种机动性 那么这样的飞机呢 目前只有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个国家能够独立的建造 要和其他国家比第一个想到的是同一辆级美军F22 看看长度 一展和对外公开的最高速度 其实两者差别不大 但最重要的差异第一就在航电配备 相比歼20国产雷达F22的巷尾阵列雷达有实战经验 可靠性先胜出 再来F22达到超音速飞行不像歼20一样 可能需要开启后燃气推移吧 其实我们也不要小看中共 它进步非常的快 当然它的这个航电技术还是没办法跟美国比 可是它会逐步的进步 解放军战机追赶速度飞快 而大陆年初强挡电影 有刘德华出演的《流浪地球2》也掀起战机话题 影片中 这架酷似歼20的歼20C战机 在一片废墟中垂直起飞的画面 引起了军事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要讲垂直起降 目前美军F35B办得到 而和F35同样量级的共军战机 其实也在巴黎航展现身 在歼20的旁边 还有FC31这种中型的隐身的飞机战机 FC31是继歼20后 解放军第二款逆踪战机 未来如果正式服役 可能化为歼31或歼35 2012年10月31日 FC31胡鹰成功首飞 在军力圈引发热议 如果真的要谈外销 比起歼20 F31取寸比较小 未来卖给别国的机会更高 所以从军事科技的发展历史来看 中共如果要外销这个逆踪战机 很可能要10年之后才会有机会 也就是它先满足自己海军航空队的需求之后 那其他国家可能会看说 它操作的这个成效如何 在决定要不要跟中共下单购买 这个所谓中共中国版的F35 不过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全世界看到的是俄罗斯军备 没有想象中好用 而中共军武实战少未经验证 或许会成为将来战机输出的阻碍之一 TVBS新闻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